Hi 各位我是徐敏 Glorious推出Model O Pro之後 又發表了一個Series 1 Pro 然後再宣布一個Model O2 造成了不少爭議 Pro系列上市的時候好像就 默默的沒有人想要關注 其實真的蠻可惜的 這部影片我們跟硬派驚喜合作 我們不吃瓜認真看產品 Model O Pro的外型就跟Model O完全一模一樣 長度128 中段腰身握寬59 高度大約38 高點位置在中間 而且蠻早就下滑到尾部 屬於背部比較低% 適合爪握的外型 類似Viper還有FK系列 但大小介於FK1還有FK2的中間 跟FK2比較明顯的差異是 背跟前端稍微寬一點 指跟接觸也比較明顯 Series 1 Pro這邊就更有趣了 長度只有118 最高38的高點 偏厚 鼠背高度向後延伸 而且兩側向下弧度明顯 我們拿O Pro來比較就看得出來 O Pro的背相對比較平 那One Pro比較圓 這個設計的優點是更容易的 可以把鼠背高點 添入手掌心 帶來很大的接觸面積 握起來包覆感十足 穩定感十足 這個特色就是 Viper Mini外型成功的元素 沒錯 Series 1 Pro跟Viper Mini握起來 真的87%像 剩下13%不像的就是 Series 1 Pro的握寬感覺 稍微寬一點點 而且這對小尺寸滑鼠來說 也絕對不是壞事 老實說我們等Viper Mini Wireless 多久了 剛拿到Series 1 Pro的時候 其實心情還蠻激動的 Model O Pro一次推出三種顏色 都蠻亮眼的 跟傳統的黑白紅很不一樣 Series 1 Pro這邊則是偏灰色系 紅黃藍又滾輪來表達 顏色搭配上都相當好看 材質的部分是這支 Pro系列的大重點 首先塑膠屬生完全無孔 連底部都沒有隱藏在貼紙下面的孔 有養寵物的不用擔心卡毛 全無孔設計下大的O Pro還是可以做在57克那邊 小的One Pro更是只有50克 表面材質應該沒有塗層 但是有做咬花指滑 拿Model O來比較 就可以明顯感覺到 O Wireless的插子比較滑 這個咬花類似DAV3 Pro那種 流手汗還是可以維持一定的穩定度 是無塗層設計裡面表現算很不錯的 鼠身強度不通 用力捏感覺到為了要追求輕量化 所以殼還蠻薄的 有一點點彈性 但是側面用力壓不會觸發側鍵 背部用力往下壓 也可以感覺到加強結構 雖然整體不像磚塊那樣硬 但是完全夠用 這是對追求無孔輕量化妥協的 剛剛好的最好範例 夠用的強度換來超輕的重量 兩支滑鼠的重心都沒有因為輕量化所以亂做 Model O這邊就剛好就在感應器位置的正中心 Series 1 Pro這邊呢 也是大概在感應器位置正中心的地方 但因為這兩個滑鼠都非常的輕 老實講 重心這個部分並沒有非常重要 台數都是非常容易的 來到按鍵這邊 Model O Pro的側鍵 因為造型低趴 所以拇指剩的空間不多 分離式的設計讓拇指容易辨識 兩個側鍵都有一些前行程 很短的後行程 而且是有硬度的後行程 Series 1 Pro這邊拇指位置更寬遠 一樣做成分離式 後側鍵完全沒有後行程 前側鍵也只有一點點 整體表現比O Pro更好 但這兩顆滑鼠在五孔輕量化到極致的設計下 都維持很好的側鍵表現 是我們還蠻驚艷的 比原本的Model O Wireless還要好 Model O Pro主按鍵還是GN8.0 前後行程控制得很好 不會誤觸也不會後行程長到絕對不跟手 不管是有沒有按住都沒有感覺到明顯的左右晃動 實際使用手感不是頂尖 但是很容易控制而且信心十足的 也因為殼很薄所以是GN8.0原汁原味的脆 聲音也還蠻大聲的就是 One Pro主按鍵表現跟O Pro一致 右鍵稍微比左鍵硬一點點 但不影響使用 因為按鍵蓋相對短 整體手感再比O Pro細緻一點 聲音跟回彈震動也比較小 O Pro的滾輪滾動力量輕手 段落感也輕 適合做大跳之類的動作 Series 1 Pro這邊滾起來稍微緊一點點 但依舊偏輕手 段落感再明顯一點 這兩顆滾輪的位置高度都非常好 上面也有內凹橡膠防滑設計 滾動的時候不會不小心按下去 我用起來比較開心的是 按壓也意外的非常好壓 不會死硬 這點我最近越來越重視 因為不想要標示敵人的時候 影響整個滑鼠的操作 在這段落感也有很多 也許會對應 引操作 反應 通常 滑鼠 殺 來到滑鼠底部這邊 O Pro、One Pro都是四邊小腳貼設計 原廠說有做圓邊 但實際上真的很普通 沒有比原本的Model O系列好 在健將特軟或是LGG Pro系列鼠墊上 壓槍太用力會刮鼠墊 我後來搭配X-rayPad AC Plus 4mm 硬度、速度都剛剛好 只是身為Pro版 包裝裡面卻沒有附之前Model D會附的那片 可以讓鼠貼變一大片的增補鼠貼 稍嫌可惜 一定會有部分玩家比較喜歡大片鼠貼的手感 感應器是BAMMF 就是大家熟悉的定製版3370 有著Pro名字卻沒有給3395 會讓規格控覺得可惜 但市面上3395也不是大家都調得很好 3370其實相對成熟穩定 要注意的是 這兩顆Glorious的3370都有DPI偏移 用起來比正常精準的感應器快一點點 這個我在前面影片就有提過 只要是很一致的 不會亂跳的就是可以習慣 實際使用上如果大多時候都只用這顆滑鼠 是完全不會有問題的 職業賽場上也是很多選手拿 不是很準的Final Mouse在打比賽 我自己是FK2的長期使用者 Opro的外型雖然大了一點點 但還是市面上最接近FK1、FK2的外型 Fiber雖然像 但是Opro按鍵更低 那個味道更像 接著電腦握上去開始玩 就有一種回家的感覺 我最近剛好還在試EC wireless 所以剛好有把FK2拿出來 那個體會更深 因為自己很習慣這個外型 所以打遊戲的表現非常的好 甚至可以說好的嚇人 用起來還比很多用3395感應器的滑鼠還要好 這就是外型有沒有適合自己的重要性 如果是自己命定的外型 那不管玩到哪類的射擊遊戲都很適合 Model Opro分離式的按鍵 55克的重量就是我心中希望出現的輕量化FK2 wireless 跟ZoWi自己已經出的產品 剛好就是天秤的兩端 Opro全無孔輕量化 ZoWi維持有圖層 結構厚實 重量較重 玩家可以自己思考一下 自己最想要的是什麼特色 Series 1 Pro這邊就更簡單直接 用起來就是大家心裡想要很久的 Viper Mini Wireless 因為只有50克 所以用起來硬是比之前玩過的Ponish SYN2 更輕盈靈活 長度短 但是鼠背跟掌心接觸面積大 不會因為小所以不穩 這是已經被證明非常成功的外型 重量輕 薯貼也小 移動起來反應速度快 非常適合Apex或任何需要大幅度移動的遊戲 另一邊雷神 目前也只有價錢高攀不起的金屬材質 Viper Mini SE版 所以Series 1 Pro目前還是最好的無線替代品 應該可以說價錢還算可以接受 稍微寬一點點的握感 我也認為對穩定度有提升 個人是用1 Pro這個外型 外來會變成Glorious 自己一個長賣的產品線 電池續航部分因為沒有RGB燈 所以有感提升 84小時 綽綽有餘 點量不會亂跳水 其實LED燈也可能造成延遲 所以現在追求競技使用的玩家 不會太在意有沒有燈 測試期間說真的 這兩隻滑鼠都帶給我很大的樂趣 Glorious Model O Pro Series 1 Pro這個系列 把殼做薄甚至拿掉RGB 目的就是要達到塑膠材質 完全無孔設計下最極致的輕量化 全新的表面咬花防滑效果不錯 有感受到整體為了競技做的改變 老實說硬派要我做這兩隻滑鼠影片 我原本其實已經變通到沒興趣了 但拿到手實際使用後 整體雖然沒有豪華頂級感 但就是非常輕 用起來比想像中好很多 尤其是遇到自己熟悉的兩個 曾經長期使用的外型 更是讓我體會到 外型其實真的才是最重要的這點 如果我今天被限制只能用一隻滑鼠 雖然我說這行不太可能會發生 但如果這個假設是真的 那我很有可能真的會用Model O Pro 然後等Model O2上市 但Model O2外型目前看起來好像有小改 Zoe有沒有FK2 CW 我不敢失望 我希望表達的是 玩家們不要因為有爭議的產品發票時程 而錯過產品本身的優點 尤其如果這兩顆是自己喜歡的外型 如果你喜歡FK系列 喜歡VIPER MINI 這就是目前最好的輕量化無線版本 價錢是真的不便宜 但這批也是賣完就沒有了 可以當作限量收藏 再怎麼樣也比一樣用3370的Final Mouse便宜 你們說是吧 而且Pro系列是硬派正式帶你進來 有兩年保固 安全感好很多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我的影片別忘了按讚、訂閱、分享 我是劉美,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